今天沒有比賽 所以不用講蔡侯平 終於可以講回轉會評論 霸仁慕尼克終於收購到綠葉 如果霸仁今季完全買不到後備綠葉 多蒙特德甲聯賽冠軍機會很高 現在霸仁叫做買了一個 這個球員可不可以立即幫到手? 他就是佩利社以租借形式加民 聽說是500萬歐元租借費 之後再加買斷條款2000萬歐元 聽得我久的人都會知道我怎樣評價這個球員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綠葉 技術很紮實的 整體意識優良 習慣性拉邊 插入時機掌握得好 當然是會幫到手 而如果是早5年收購的話 就絕對是一個更加好的收購 不過可惜現在都30歲 雖然他是即食球員 但也不是長遠的計劃來過 今年的速度還可以 但一兩年之後就不敢包 所以明年來講 霸仁會不會真的用2000萬歐元去買斷他呢? 都是一個疑問來的 其實佩利石呢 是霸仁慕尼克的教練 尼高高華的建議來的 不過其實這個建議呢 是曾經一度被霸仁高層否決過的 我想呢 就是因為年紀的問題 但是如今霸仁高層 都是要接受尼高高華的建議 那我相信呢 就因為霸仁的高層呢 在收購六頁的進度來講 實在太過慢了 而且悠遊寡斷 搞呀搞呀搞到經驗 沒得好選呢 唯有呢 就是選一個年過30的人 而且呢 還要是國際米蘭狠況呢 那霸仁才談得到回來 尼高高華最近呢 接受訪問的時候 也都說 他呢 是會保證9月2號之前 會再買到人的 而呢 霸文尼加也都曾經說過 就說霸仁現階段 還需要兩隻六頁 那現在買了一個 就是還需要多一個六頁 那究竟 霸仁在9月2號之前 能不能夠買多一隻六頁呢 現在呢 只剩下10天而已 如果以霸仁之前 收購球員的進度去計算的話 其實就趕不及的了 所以要快馬加鞭 而且呢 之前的轉會操作呢 就不單止是慢那麼簡單 還經常都魯莽開口夾著力 得罪了很多人 激怒了很多人的波 例如呢 就是之前尼高高華接受訪問的時候 竟然說 因為得到可靠的線報 而極度有信心收購到利來申利 那就激怒了萬成 以及哥迪奧娜 那這件事呢 還搞到努民尼加呢 是要發聲明低調的這樣說 說不會再公開講利來申利了 甚至乎呢 痴體下呢 要批評下這個尼高高華 隨後呢 尼高高華也是主動向上萬成道歉 那尼高高華就說呢 是他主動找哥迪奧娜談 就說哥迪奧娜原諒他這樣說 那我就不知道利來申利 今次的收購失敗利來申利 會不會反而對於拜仁來說是好彩啦 事關現在利來申利要傷四至五個月嘛 至於可不可以說呢 就是拜仁一早買了利來申利的話 那利來申利便不需要傷 他便不需要打萬成那場社區盾 那便不需要拉傷十字人大 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那但是喔 利來申利似乎一直都沒有說表態呢 是一定要離開萬成的 那所以萬成一直不肯減價咯 怎麼都是要過億的轉會費 那這個也都相信是拜仁一直悠遊寡斷的原因 總之他們都是衰孤寒 拿不起錢出來 那所以很可能呢 就是因為這樣 尼高高華呢 就是嘗試不停公開試下講這個利來申利 希望講到利來申利呢 會動搖啊 會表態要離開啊 會遞交轉會申請啊 等到呢 就是萬成被迫要減價 不過反而呢 就首先激怒了萬成咯 那講起呢 就是激怒人呢 那拜仁今年的轉會操作 真是激怒了好多人的咯 年頭呢 就曾經激怒過車路士嘛 那也是這樣咯 不停高調表示呢 已經和奧道爾達成協議 車路士立刻生氣了 以後都不理會 霸人就不用再談了 那奧道爾最終呢 也是借著霸人對他的興趣呢 就去和車路士傾奮 高薪合約 那所以呢 就是怎樣解呢 那些球會好生氣 其他球會高調講自己的球員 事實上呢 就是會今天這樣這樣 誘發了一些球員 續約的時候 叫高一點的價格 那雖然啦 其實有很多球會都是這樣做的啦 去高調講對方的球員 希望嘗試促成交易 而且呢 減低一些要付出的轉會費啊 那但是呢 你真心說要買這個人 真是會買就說 如果又不是真心買 但是又高調講呢 那就真是會反而激怒回球員的咯 這一種這麼有趣的事呢 就發生在RB萊比錫的前鋒 天武雲拿身上啊 天武雲拿曾經呢 就因為 拜仁高調對他有興趣 而拒絕了轉會多蒙特的 那為什麼呢 拜仁突然之間呢 會對他有興趣呢 大家都知道呢 就是想有個速造型的前鋒打反擊 打勾亂嘛 那又不知道為什麼呢 拜仁高調講了有興趣之後呢 又懶落了天武雲拿啊 那這個呢 拜仁呢 很可能就是希望下一季免費簽他 但是球員的耐性啊 以及職業生涯有限的嘛 那現在拜仁呢 又突然間愛理不理 結果呢 激怒了天武雲拿 天武雲拿就說呢 驚異考慮和萊比錫續約了 那須知道呢 就是拜仁真的需要一個速度型前鋒去取代呢 就是這個李雲道夫斯基打反擊 那現在呢 又沒有了一個好的選擇 那另外啦 拜仁的選擇操作也都激怒了我的 激怒了小弟我的 為什麼呢 就因為呢 其實根本一早是一個很好的目標 是極度容易收購到的 來來新年受傷之後呢 也都傳出過拜仁對這個目標有興趣 而亞即市的總監奧華瑪斯也都公開廣告說 只要出在3500萬歐元呢 就立即可以帶走詩耶治的了 那怎不知呢 拜仁都是繼續悠遊寡斷 我不知道什麼原因啊 這次真是 總之呢 就是詩耶治就直接跟拜仁說 如果你不報價的話呢 那我就跟亞即市續約了 誰不知拜仁真是無動於衷 那呢 就24小時之後 亞即市就官方宣布 續約詩耶治 那就是說 沒有了這個3500萬買斷條款的了 那拜仁呢 又沒有了這個選擇 那本來呢 好地地 左邊佩利錫 右邊詩耶治都非常之強的了 那還有呢 就是高雯和基拿比 那樣就碰了啦 那現在呢 又沒有了個便宜正的詩耶治 一向沽寒的霸人呢 收購陸業的機會呢 就變了更加大減啦 因為3500萬磅你都猶豫 那就是怎樣啊 真是租借500萬才肯租借嗎 我真是完全不懂想啦 那真是要恭喜霸人啊 你這樣搞 今年的轉會操作暫時來說 是失敗到震了 不是說他們買後衛買得不好 買後衛買得好 但是你買不到兩邊的陸業做後備呢 球隊的進攻火力 不是說很夠 輪換的時候弱了 不是好入到球的時候 那你防守多好 都是沒意思啦 如果真是買到一個佩利射這麼大把呢 那我就始終都是相信 多蒙特拿今屆的德國冠軍啦 因為呢 高雯和基拿比其實都是容易傷的 那你霸人呢 很可能呢 長期都不夠兩邊陸業用的 來來去去 他可能都是那兩個打正宣 打下打下都會殘的嘛 你又要歐聯又要聯賽 那成績呢 就很難穩定啦 那霸人可能呢 都要分回精力去打歐聯 那你德甲那邊就差了啦 那你多蒙特又不同 今年很強的嘛 所以你霸人怎麼能夠呢 對抗到今年的班底衝口多蒙特 對不對呢 所以現在就有危險了 只剩下十幾天呢 看看霸人就沒有消息了 而多蒙特那邊 就可以盼望霸人 繼續悠遊寡斷買不到呢 那麼多蒙特今年的機會呢 就真是大啦 那麼來到這裡呢 很大機會出現廣告了 記得要大家呢 就是click下去彈點廣告視窗 以後播了有聲廣告片 他多謝了先 那另外呢 就是訂閱按鐘仔 接收新片通知 還有呢 就是用25元可以資助這個頻道做專屬會員 也都可以 這裡再次感激不盡那麼多位了 幫下小弟有些收入 那麼另一天呢 就是手機那道片的下面 會有固定的廣告字眼位置 記得要呢 就是按耐彈點廣告視窗出來 這樣才能幫到手 電腦呢 記得要關掉廣告程式去 發現了 電腦片的裡面有Banner 廣告片的右邊有閘廣告 記得要按耐彈點廣告視窗出來 這樣才會幫到手 而無論手機也好 電腦也好 好呢 Youtube呢 都會時不時 在任何位置呢 就插入廣告片的 那大家呢 看到的話呢 記得呢 要播完整條有聲廣告片 不要喵條聲 那另外呢 亦都可以在條廣告片的內邊 找廣告link 按下去 例如電腦的廣告link 會在條廣告片的左下角 而手機的話呢 廣告link會在條廣告片的右上角的 那我們呢 就是下一條片都會見一見的 拜拜